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确定21号投票 接下来八天攻防战 民进党除了将连办七场反滥权的宣讲 也传出立法院民进党团可能在复议案投票日前 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再度召集协商 对此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在今天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 会后受访时表示 总统赖清德相当关心复议案 但无论结果如何 总统都会表达尊重 韩国瑜院长朝野各政党 大家能够努力同心 共同合作推动打杀 司法 总统赖清德期许朝野合作推动 福国立民法案 除了先前行政院长卓荣泰拜访国会 赖清德也派出重要的左右手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 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 继续考试院政府院长和委员被提名人 寻求国会支持 潘孟安与韩国瑜谈了短短九分钟就结束 毕竟复议案攻防使得朝野气氛 剑拔奴章 6月21号就要投票 直胜短短八天应战 不管立法院的结果如何 赖总统都是尊重整个这个表决的结果 赖总统也非常的关心 期待能够朝野有效的对话 尽速的在这个复议案 或是未来的一些相关的议程 也能够更符合合线合法的一个程序 不只赖主席下达动员令 民进党启动反滥权宣讲也传出 略营打算在21号投票日前 借由朝野协商最胡一搏 也端开韩院长能否保持立法院长的中立性 府院主动拜会向在野阵营市善意判割制正义修法化解朝野分歧 建议刘成文林德西一台报导